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 就是股市达人 郑瑞宗 郑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如同郑老师在节目中 先预告给大家 联准会如期真的是身洗一马 今天台股是开红盘 最低在17189点 最高目前是在17282点 个股上是活蹦乱跳 我们的AI达人郑老师的自选股 天天真的都是在轮着亮灯涨停 到底今天又是哪几只这么强大呢 更好跟紧郑老师的投资节奏 锁定好节目 我们要上课了 时间交给郑瑞宗老师 好的 那么联总会这次的开会 没有意外的身洗一马 那下一次的开会时间是9月 是 联总会这一次的会议记录 并没有排除说 后面会再生洗的可能 但是因为前一次的CPI年征率 已经是掉到剩3% 那预期说 如果说进入到快8月了 如果公布最新的数字的话 应该会掉到剩下3%以下 那联总会的目标 其实就是通膨的那个数字 要降到剩2% 看起来离目标已经非常接近 所以呢 很有可能9月份 或许就不会再生 所以这个市场认为后面 就算再生的空间也很有限了 是 所以影响所及 短线可能有人 因为这次的身洗一马 有些热钱可能从雅谷跑掉 那我认为会回来 是 会回来 那所以呢 指数呢 会再往上走 所以前面那个 17400点的高点 要突破并不是什么 太困难的问题 是 那回来的这些资金会买的 还是只有单英主流 叫做AI股 所以每天都要问 你今天 你今天AI了吗 对 你今天AI了吗 你买AI主流太强大了 从6月份 我们AI股大赚 是 7月份到现在还在大赚当中 对 我觉得全市场赚最大 就是我们的AI达人 这位中老师了 这样讲可能并不过分 真的耶 我真的是有在做功课 那我发现好多 那个股市老师 6月份也在讲说 不要追 他不是主流 然后或者是说 现在很高了 不能上车 然后没上车都没有赚到 对啊 因为从6月份就是 好多人一看到AI涨 稍微回档一下 哇 就是好像在拉紧爆 就怕怕了 就说 这AI股要拉回 要拉回了 对 那时候还建议 就是说去买其他的 比如说车用 或持货玩乐 军工 观光 对 其实那些股票都大涨过 那个都是在架构在 AI还没成为主流之前 是 对 但是当AI成为主流 你发现电子股的成功比重 动辄75% 是 都是AI相关股票带动 所以其实AI的股票 其实比重超过五成 是常常有的事情 那其他的 那么多的族群 分到那么少的资金 本来就不容易有大行情 然后你说有哪个 哪一个产业 跟台电说的一样 说未来 至少三年的时间 每年年增率超过五成 除了AI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我真的没有 目前没有看到 未来如果有看到 我会跟大家报告 但我现在很负责任 跟大家讲说 未来三年 年增率都超过五成的 真的就有一个产业 就是AI 而且年增率五成的意思是 每两年翻一倍 假设今年的产值是100亿好的 那经过两年之后 翻一倍就变200亿 再经过两年之后就变400亿 所以这个是翻倍再翻倍再成长 那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其他的产业要像它有这么大空间 目前完全看不到 所以它就很像就是说 二十几年前的PC产业 然后后来变成功能性的手机 后来再转成智慧性的手机 前几年冒出头的叫做电动车 特斯拉为主要的主角 现在就是所谓的AI 那看起来AI的市场 未来成长的空间 又比前面那几个东西又大的相当多 所以台湾在AI这块有非常大的市场 而且又很重要就是说 因为现在美国跟大陆关系搞得很差 所以美国就在限制很多东西 不能卖给大陆之外 也不能在大陆生产 尤其是AI的相关的硬体的供应链 其实美国都是执行去中化的 所以生产地是不能在中国的 所以呢 在排除掉中国之后呢 台湾在AI的硬体这一块 其实真的大概占九成以上 所以其实受惠都在台湾 所以我才会说 我认为台股要过18619的历史高点 我认为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全球那么多资金要买AI 在未来台股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比如说来看股票好了 台湾跟台药今天一大早双双亮灯涨 就是PCB里面用的铜箔机板 因为AI要用到高阶的铜箔机板 当然我们前两天陆续的台湾跟台药都出掉了 活力放口袋 这个我们很诚实 那但是呢 AI带动PCB相关的商机备受看好 那它不会是只有CCL 那CCL还有更上游的叫做拨签部 是 所以我们当初卖掉台光店跟台药 我们买了一档叫做华星光第三 是 它就是做拨签部的5340的渐容 今天要公布了5340的渐容 今天亮灯涨替 那目前锁了5000多张 是 亮灯锁涨替62块半 创了近大概一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是 所以呢台光店跟台药 反正我们就 台光店赚比较少 是 台药是赚了好像三四十%嘛 嗯 出镜之后呢 留一点给别人赚OK嘛 嗯哼 但是你看我们最新布局的渐容 也是同一挂的 对 PCB相关的零组件 嗯 今天也亮灯厂替 哇 这就是所谓的华星光第三 是 那因为这次AI需要大量的高阶的CCO跟搏线部 嗯 那渐容呢 他其实前几年日商就入主 嗯 所以包含什么金银阶层啊 大武东全部都改成日本人 嗯 那日本人在PCB这一块的上游的材料的部分 他的掌握技术最好 嗯 产品是最高阶的 嗯 所以入主之后 他就陆续把他的产能产线都调整成高阶的产品 嗯 调整这一两年之后呢 已经调整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刚好 调整完之后又遇到这一波AI需求大爆发 那AI需要的就是高阶的铜箔基板或者搏线部 是 那他刚好调整完毕需求爆发 嗯 第四季就搭配因为台药跟台光电 金像电这些都是他的客户 嗯 那这一些第四季预计都有AI的新的订单 他就搭配这一些客户 准备要大出AI的新的订单在第四季 那因为产品又转高阶嘛 嗯 那AI又是需要最高阶的 是 毛利率跟营收估计从第四季就会整个大好上去 是 那明年目前初估应该有五块钱 乐观一点有人看到六块 哦 那一样嘛 我们都抓二十倍的话 嗯 那你说五乘以二十就是一百 六乘以二十是一百二嘛 嗯 那现在的股价 我们在前几天买的时候 对 大概五十五块 那现在是涨到六十二块半锁住嘛 是 那获利大概十二三趴 嗯 那 那如果说 五到六块的获利乘以二十的话 那隐含空间不就是 又是一倍 是 又是一倍 嗯 所以AI的股票其实有很多未来 光是本益比的调整都可以先涨一倍的标的 是 会一档一档出现 嗯 因为这个辐射的层面太广 对 太多的产品 太多产业都受惠 嗯 嗯 那PC链当初 他就是本益比都不高嘛 嗯 七倍八倍十倍就算好了 现在变成AI之后呢 带动营收获利的成长 而且最主要是 P 本益比就P的部分 是 先从十倍跳到二十倍 那就可以先涨一倍了 嗯 所以很多的AI股票就是这样 这样子飙上来的 那监融也是如此啊 是 所以呢 呃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就说 比如说我们最近卖的琴城啊 嗯 台药啦 对 台光电啊 是 然后 还有钱鼎啊 光宝科啊 等等 嗯 就是 赚那种三成四成五成 或者琴城赚了77%的 78%的 我们就陆续都出掉 嗯哼 就短线 在一个相对的高档的AI股票 对 六月大赚的 七月大赚的 我们先走一趟 是 开始布局刚刚冒出头 嗯 第四季有新的AI的题材的 那股价又被低估的 是 全新的 八月份的新的AI的股票 嗯 那看起来建隆 今天就获得一个非常 中央的一个顺利 是 就表示这个 这个八月份的节奏 我们已经调整上来 掌握得很好 已经开始做一个发酵 是 然后先进封装的部分 COWS 嗯 就是COWS 对 那昨天红素是亮灯长 对3131红素 然后今天配息18块 嗯 那今天就比较震荡 是 啊 开盘先打下去 又翻红 打下去之后又翻红 嗯 那我们在盘中 大概10点多翻红的 那一次大概635附近 我们将持股 大赚卖一半 哇 那大概在卖635 嗯 因为配18块还原回去 对 是653 又是一个新高 是 昨天掌停板是649嘛 今天还原回去的话 653又是一个新高 是 那 我们在这边就先卖一半 卖一半就是说留一半 我认为后面还会有高点 是 因为基本面还没发酵完 嗯 但短线因为涨多了 先走一半 对 那我就说 先赚下一支 对 我就说 啊 要嘛就来回做嘛 对 我今天卖掉 过几天 那拉回有价差 我可以回头再买 是 那卖掉今天资金 我就先去买8月份的新的AI的标底 哦 了解 所以掌握这个节奏 对 哦 高出低进 嗯 或者 卖掉A 换B 是 或者卖掉B换C嘛 嗯 那就因为标的很多嘛 是 那操作完C可以回头再买A嘛 嗯哼 就是很有节奏的一档一档来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 跟投资朋友跟听众朋友强调的节奏 你要踩好踩对那个节奏 你才会一档接一档转 对 这个节奏很重要 嗯 那很多人都告诉你说AI要回档要回档的要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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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赶快去买别的还没涨的 嗯 就是因为他节奏没有踩对嘛 对 他不像我们从6月赚到7月7月赚到8月去 对 而且老师真的是领先趋势耶 因为我们6月已经赚他那一波的现在才有股市老师开始讲 才有分析师开始讲 哇 很多呢 对 我想说我们不是都获利放口袋 然后赶快走在前面有没有 大家怎么都跟在屁股后面 对啊 有一些就是我们已经正在调节的 我看到还蛮多人跳进来的 是 我还觉得蛮开心的 就刚好让我们卖一个好价格 哦 哎这样也蛮聪明的 对啊 那反正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标的 是对 就像老师说的AI就是带动太多产业受惠了 所以就要踩好这个节奏 你就一档接一档转 这边左边转完转右边 右边转完再来转左边这样子 对啊 ABCDE一路操作下去 是 还可以回头再捡回来 对 所以这有很多的操作的机会存在这个AI的趋势 是 然后另外像星云的部分 今天早上最高226.5 跟昨天高点是一样的 都是历史的天价 3583的星云 对 然后我们还原3块6的配息的话是230.1元 那今天也就在这高点附近 我们也卖一半 因为161块买到230.5元 这总共也是赚了43% 超过4成 这个就是红素47% 新云43% 其实都超过7成 这两档股票都是7月份的最强绩效 是 那其实清晨赚更多了 赚了77% 是没错 那卖完之后它就掉下去了 嗯 我们卖在246左右 对 今天剩210 对 这也就老师讲的高出低进 对 那未来有机会再买嘛 是 那转进的银帮 昨天最高是380 是 3693的银帮 对 3693 然后今天早上高点375 然后稍微翻黑整理一下 还在360附近 是 那因为 我就说银帮它 7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再创新高 嗯 那我算了一下第二季应该会超过 5块钱的EPS 是 第三季应该会超过6块 嗯 那 那 今年获利如果超过20的话 绝对是秦城一倍以上的水准 嗯 秦城都可以涨到最高的249算250好了 对 那它的获利超过秦城的一倍 股价超过一倍也合理 那应该要500块 所以那应该 应该 我说应该不是目标价 嗯 这不要害我 应该是不是 估计应该是 对 以跟秦城比 它是不是应该超过它一倍 就应该是五字头 嗯 但它现在只有三字头 对 所以这个就像当初我说 我觉得齐鸿应该要高于双鸿嘛 嗯 就怎么会落后100 100块80块呢 是 最后你看齐鸿不只是追上去 还干掉双鸿的股价 对 所以这一来一回就差很多 嗯 同样的 营邦的营收跟获利表现 嗯 它就应该是秦城的一倍以上 嗯 那现在还离 它的一倍以上还很远 是 这就是未来你可以赚钱的空间 哦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持续的看好 这个我们就没有做调解 好 然后呢 这个华星光哇这大哥 关出来了 这关出来哇这也是很刺激啊 嗯 早上先开高震荡翻黑杀下去跌个差不多 大概六七趴 对 然后又震荡又翻红拉到最高195 差涨停满只差一趴 对 差一点点 一来一回就震了大概十几二十趴 这个心脏要很强哎老师 然后今天最高195 嗯 又平了历史的最高 对 那其实我认为太强劲了 二字头以上应该是不会时间不会等太久 嗯 因为他后面的业绩趋势真的太强 是 那我们买46块9 对 这个获利太可怕了 惊人啊 195赚钱是赚了148块 嗯 总共315% 也就是说你100万变成415万 嗯 所以我们没有能力成为首富 是 但是我们至少跟着首富的后面走 对 如果说你100万变415万 1000万变成4000万 对啊 在今年已经是财富自由了 不止今年 不是只有今年 对啊 可以退休 真的耶 真的可以退休 我们不是三成哦 是三倍以上 但这个只是十年大趋势前面第一两个月的行情 嗯 就创造出这样的迹象 对 那其他的三成四成五成六成七成 你要不要乘上去 嗯 那这个很可观啊 是 所以我就说 这个AI的趋势很大 对 那大家 公逢其胜 是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嗯 你不要说啊好害怕以后被AI取代工作 你先靠他赚一波 先退休了 你就不用担心后面什么工作 你都100万变415万了 对嘛 那1000万变4000万了 其实AI就变成帮你赚钱的工具了 嗯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被取代嘛 我取代掉他 我赚到钱我不用工作 是 对那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机会 嗯 然后龙头骨伪创的部分 这个大概就在平板早上涨一点 然后现在拉回一点点 是 沿着五日线往上 这是一个最强的多头走势 那今天是贩卖交易的最后一天 明天应该亮价就同步增温了 是 那因为广达今天还是来一个新高嘛 嗯 我认为他的股价靠向广达这个趋势是没有变啦 所以这边就是持续的暴劳 看法没有什么改变 好 那股价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嗯 然后 另外一个龙头骨2376的技嘉 像昨天大跌嘛 对 因为公布第二季只赚了一块四 对 那今天开高之后又反黑 嗯 我想就是说还要消化一下这个获利的数字哦 嗯 那这一波呢 技嘉其实很强 他最高涨到382块半 对 但是呢 我带我们的会员买的是另外一档AI伺服器的标股 嗯 6XXX 那他跟辉达有最高级别的产品的合作 嗯 是最高级别的合作伙伴 嗯 光六月份就赚了接近一块六 但是股价呢 只有两百出头 那技嘉第二季一块四 对 那这家公司呢 一样做AI伺服器的 六月份 一块六 接近一块六 一点五八 嗯 他一个月哦 超过技嘉的一季 那技嘉最高三百八 是 这家公司只有两百出头 嗯 同样的道理跟当初齐鸿一样 对 我就赚你比你多 对 你股价高我一百八十块 是 这样子并不合理 嗯 未来就一定会调整 所以回到他合理的评价 对 那我祝福技嘉继续涨 比如说涨到四百 是 那 未来他比较空间就更大 对 因为呢 差不多类似的族群 产业 差不多类似的产品 第一季赚的比技嘉多 六月份赚的比技嘉第二季多 嗯 那整季赚的会比多 他多很多 下半年第三季 第四季都会比技嘉多 今年估计超过十五块 嗯 明年超过二十块钱 嗯 股价只有两百出头 嗯 同样的我告诉你未来AI法人公司都是明年获利成二十倍 所以隐含空间有超过一倍的空间 我认为就是今年一档全新的AI标股 嗯 而且刚刚刚刚刚在录音前股价差一档就要亮灯涨停 又是一个新高 所以我们8月份的新的布局 是 渐容已经涨停了 对 这一档AI新的标股6XXX 好想知道哦 今天股价也快要涨 要赶紧跟上来 听众朋友就打电话进来就好了 对啊 那另外还有一档就是连接器的AI标股 收惠美国42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 要发展高速网路 是 AI也要升级 连接器的规格要升级到时机 嗯 这个价格就先涨两到三倍 哦 AI伺服器要用净润式防水的连接器 是 它也抢进AI的市场 嗯 明年估计大概至少五到六块 那一样乘以二十倍 嗯 股价现在只有六十几块钱 所以这空间也是超过六七成 是 每一档股票都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最近出清了很多AI标股大赚 那全新的AI股的操作 建容间涨停 嗯 六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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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好 目前全新布局 好 正要开始 八月要跟好了 所以六月份的AI大赚 七月份大赚 八月份国家好 这次请大家跟上 好 全新的富爸爸大优惠 好 我们准备all in AI发大财 郑老师要提前给大家父亲节优惠 好 只要你来电的line留言 是 父亲节快乐 88优惠加AI标股 让你通通带回去 双重的好康 打电话进来咨询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瑞宗郑老师 谢谢大家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一波的AI真的带动太多产业受惠了 所以你要怎么掌握好这个节奏 一档接着一档转 在聪明的时间获利放口袋 在对的时间高出低进 怎么样掌握好这个节奏 当然是跟着一直在领先趋势的AI达人 郑瑞宗老师 8月即将开跑了 我们就先带大家锁定好标股 先上车 这一次要all in发大财 提前给你父亲节的优惠 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8000 022362-8000 来电或是在郑老师的line里面留言 父亲节快乐 就把我们的88优惠 跟即将带你上车的AI标股 通通带回去 打电话进来锁取 022362-8000 022362-8000 踩对投资的节奏 你才能一档接着一档赚 郑瑞宗老师从6月就开始领先去世 带着会员天天都在数钞票 给自己一个机会 打电话进来咨询 今天通关密语 父亲节快乐 打电话进来或是line留言 都可以来锁取88优惠 跟郑老师锁定好的AI标股 统统带回去 022362-8000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 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顾 新字笛 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